基本每天我都会讲的 谢谢家人送出的人气票 然后咱们每次看直播的时候 把你口袋里面的粉丝灯牌 人气票送一送 然后你的粉丝等级 就会升得很快的 断播了之后又直播了 家人们 昨晚又直播了 有时候我们直播的录屏 也会在群里面 所以你们要进群 我现在在吃饭 然后阿伟说他晚一点会直播 然后让我去找他 所以本来我今天晚上 是不准备直播的 但是有很多家人 就是有点着急了嘛 我也不知道怎么八点多了 阿伟还没有开播 我就说上来跟大家聊聊天 让大家不要着急 晚上好 你们知道阿伟去哪了吗 可能是不在公司忙呢 应该是在公司吧 谢谢家人们的喜爱哦 你好 家人们晚上好 我也在等 不过 不过昨天晚上我睡了个好觉 家人们 我昨天晚上真的睡了一个好觉 因为我觉得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然后 所以我反而睡得很好 然后我就跟大家一样 我们就等待结果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情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我觉得我该做的都做了 然后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所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我现在在四川呀 我还没有回去啊 我肯定要 我肯定要等阿伟给了我 结果我才回去啊 没有结果我就回去过年了 年都过不好 我没有什么遗憾 然后 我也 我也不担心说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表态了嘛 阿伍哥不是说 如果我跟阿伟在一起 或者 怎么样的 他是不会 不会打扰我们的 所以说昨天晚上我要表白啊 我表白了就 阿伍哥是没有理由去 阻止我们的呀 对不对 家人们 我已经表态了嘛 我已经表态了 然后这样的话 阿伍哥不会的 阿伍哥也是个讲道理的人 家人们 他不会 他不会阻碍我们什么的 因为我都已经这样说了嘛 所以说我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阻碍吧 剩下就看阿伟了吧 家人们你们觉得今天晚上会怎么样 觉得会 觉得堂上会成功的扣个一 觉得堂上不会成功的扣个二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听天由命了 家人们帮我预测一下 觉得会成功的扣个一 觉得不会成功的扣个二 你们好多家人都觉得可能会成功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 家人们 其实我觉得小五哥也没有那么坏啊 我觉得小五哥其实没有那么坏 真的 他 他说了 如果我跟阿伟在一起的话 他是不会从中做梗的 那怎么样也是他弟弟呀 我也是他妹妹呀 他没有必要的 如果我跟阿伟真的在一起了 我跟阿伟没有在一起的话 小五哥 他就是喜欢我 追求我也很正常 但是如果我要是 阿伟喜欢我 我也喜欢阿伟的话 他应该不会去阻止的 我觉得小五哥不是这种人 对吧 再怎么样说 那也是弟弟妹妹呢 所以说 现在嘛 就看阿伟了嘛 嗯 但是今天我们也没有联系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就说 那个晚一点 嗯 我刚好下午有事 然后晚上跟朋友吃饭 嗯 他说晚一点 那个 嗯 他会给我答案的吗 那我就等吧 我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阿伟什么意思 没关系 就看结果 嫁给哥哥 我不要 我不要 家人们你们觉得 躺荡昨天那样丢人吗 我看到有黑宝宝说 一个女孩子给一个男孩子 表白不自爱什么的 其实我不认为 我觉得 我不觉得我很丢人 家人们 你们可以说我脸皮厚 我觉得不丢人 他 他喜不喜欢我 我去表达我的感情 我觉得都不丢人 嗯 就是一个人不敢正视自己的感情才丢人啊 你喜欢谁 你敢表达 难道这都现在都算不自爱了吗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一个人连自己的感情都不敢忠于的话 那就真的太虚伪了 对不对 家人们 喜欢就说出来嘛 痛痛快快的 我就是这样的女孩子 所以说我不会说背后去使坏什么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有什么的话 我是敢大声说出来的 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嗯 因为 因为阿伟在这种情况下 他小五哥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阿伟 他可能会不好意思 或者就算他喜欢我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先开口 那我觉得我先开口 这也没什么呀 我觉得 对啊 现在都男女平等了 还什么非要男的追女的 女的追男的 没有这一说 我觉得都很正常的 喜欢就说出来呗 不丢人 还有人说这么不自爱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家人们 我真的不认为 这叫不自爱呀 这叫不自爱吗 我觉得不自爱是 是 是不珍惜自己的感情 或者总是换男朋友啊 我见一个爱一个呀 这种叫不自爱 我就 我就真心真意的喜欢一个人 我怎么就不自爱了呢 是吧 家人 所以说 可能我昨天 可能我昨天这个行为 会让有些人觉得 这女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呀 但是我不后悔 家人们 真的 我希望我的家人们 你们支持我 我不后悔 就算今天我被拒绝了 我也不后悔 我昨天 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 然后说了这样的话 我觉得 我不想给我的人生留有遗憾 喜欢就应该说出来 就算他不喜欢我的话 至少说 没什么遗憾吧 对吧 而且我觉得阿伯应该有点喜欢我 又该有人说我自恋了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吧 因为我觉得阿伯有时候对我 现在对我挺不一样的嘛 前几天直播你们也看了嘛 我觉得阿伯 多少应该对我是有点感情的 如果说 如果说我感受到的是 阿伯对我一点都没有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突然表白咧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肯定是觉得 说实话嘛 我肯定是觉得 有那么点点希望嘛 对吧 我觉得是有那么点点希望 然后我才 我才站出来表白的嘛 如果我觉得 我很明确的知道 这个人不喜欢我 那我就没有必要了嘛 我会告诉他 我喜欢他 但是我不会去表白啊 不会去说希望他做我的男朋友什么的嘛 那肯定是觉得有那么点点希望嘛 虽然不确定了 但是有一点点 所以我就先说出来吧 我这样说出来的话 就是至少说 可以让身边的其他人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然后不要去在我身上去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了嘛 我觉得这样也是对小五哥负责任嘛 对吧 我把我的感情是怎么想的说出来了 也不要让别人在为我做无谓的牺牲 在为我付出什么 然后 这样对喜欢我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没有必要拖泥带水的 我不喜欢三个人的感情 我觉得感情就应该干净利索一点 对吧 家人们 我其实这件事情中我不但不希望阿伟受伤 我也不希望阿五哥受伤嘛 如果说阿五哥跟我接触太久了 然后他都不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然后为我付出很多的话 那我也对不起阿五哥呀 虽然说阿五哥可能会心里有点难过 但是我这样做了就不用他再为我去做一些拿不到结果的付出了嘛 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阿五哥 虽然说 好像看起来我也伤了阿五哥 目前来说是这样的 我也很抱歉 但是长久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阿五哥也是好的 他没有必要去为我做太多 不然的话他也会受伤的 还是要说清楚一点 嗯 如果阿伟拒绝了我会考虑阿五吗 嗯 应该不会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应该不会吧 哈哈哈哈 干嘛 我我干嘛 我干嘛非要 非要在兄弟两个中选一个干嘛要这样子 天下的男人都都绝肿了吗 天下这么多男人 这样这样干什么呢 不要这个样子 哈哈哈哈 对不对家人们 不要不要不要 嗯不要这样子 我不希望这个样子 嗯 嗯 不要不要不要 哈哈 家人们你们太开玩笑了 嗯 怎么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心里面只有一个人 我没有想过要跟别人在一起 没有想过要嫁给别人 然后我既然决定了的路 我就往下走 我就好好的往下走就可以了 时代走不通了 我就换一条路走 嗯 我干嘛非要在 在这一这个小树林里面 就一直这样转来转去呢 这干嘛的 没没没有意思嘛 对不对 嗯 没有必要这个样子 嗯 这样 嗯 这样不太好吧 我觉得不太好 嗯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真的在我心里面嘛 我觉得小五哥就是 就是哥哥呀 就没有 从来都没有这样去想过 嗯 从来都没有这样去想过 家人们不要说嫁给是什么 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 我现在只有昨天晚上我说的这个想法 没有别的想法 嗯 在这种时候还想着给自己留退路的话 我觉得就不是真的喜欢了 我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我都已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样的话了 我就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就不行 就是给我一个痛快的我觉得挺好的 嗯 嗯 不敢去想这些东西 反正就跟大家一样 我 我就是跟大家一样在 在等结果就是了 因为 嗯 我 我可能性格确实是 有一点男生 我 有一些女孩子会比较矜持 会觉得说一定要男孩子追他什么的 嗯 但是我觉得喜欢要说出口 我不会去追他 但是我会说出来 我不喜欢这样扭扭捏捏的 嗯 然后如果说阿伟不喜欢我的话 或者是他不选择我的话 家人们你们也不要去怪阿伟 我今天想了很多你知道吗 我今天想过 阿伟可能会跟我在一起 也想过 不会跟我在一起 如果他不会跟我在一起的话 就是说明 我不够优秀 我不够好 就是我 我离他的那个择偶 标准或者条件可能还差一点 嗯 我自己会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 确实可能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不怪任何人 如果说 我可以做到他心里面想的那样的话 嗯 他应该会跟我在一起 如果不跟我在一起的话 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嗯 就是我自己不够好 嗯 哎呀没有办法 就是 我也确实没有办法做到所有人都喜欢我嘛 哎 有人不喜欢我 这个也很正常 那么多黑粉都不喜欢我 如果多一个阿伟也不多嘛 哈哈哈哈 这很正常的 嗯 随缘吧 随缘吧 然后 呃 那 那能怎么办呢 我觉得 就算我的 嗯 就算我的感情失败了 也不代表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吧 对不对 家人们 呃 你们也可以当我是自我安慰 但是 我觉得 人如果想活的阳光一点的话 就是要经常对自己说这样的话 嗯 因为 如果你总是把错归结到别人身上的话 你是没有能力改变别人的 如果你认识到错误在你自己的话 至少你可以把自己变得更好嘛 所以我有问题从来不怪别人 这样子我才能 越来越好 如果我总觉得是因为别人的原因 然后自己才不幸福的话 那我会 那我会很抑郁 嗯 就是 找自己的原因吧 嗯 家人们 嗯 我希望能成功 家人们祝福我吧 嗯 我不知道阿伟 你们 阿伟没开播吗 阿伟去哪儿啊 我吃完饭 我一会儿我就去找他 你们知道阿伟在哪儿吗 会成功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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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哥哥 今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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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哥应该不会来吧 家人们 我昨天都说的这么明白了 嗯 家人们不要把小五哥想的太坏 我觉得小五哥不会的 小五哥今天晚上 因为我昨天 我昨天说了那样的话之后 小五哥就没有找我了 嗯 他 应该不会捣乱吧 我觉得是的 嗯 因为昨天我都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嘛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然后 嗯 我昨天做的这件事情就是 希望小五哥明白我的心意嘛 他他应该也明白了 他也没有不要 那个什么 再去那个啥的 嗯 家人们放心吧 就是 嗯 不成功的话 我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嗯 就 就跟阿伟从此形同末路啊 什么的 不会的 不会的 然后 叔叔也就是我第二个爸爸 嗯 我说了不管有没有阿伟 叔叔都会是我第二个爸爸 然后还是一样的好 嗯 好在我现在跟 嗯 阿伟跟小五都没有什么 所以说小五也会是我永远的哥哥 嗯 阿伟也会是我永远的兄弟嘛 嗯 亲弟弟啊 那当然是亲弟弟啊 小五跟阿伟他俩肯定是亲兄弟啊 他俩人是亲兄弟啊 家人们 当然是亲兄弟啊 嗯 嗯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阿伟怎么到现在都不开播呀 家人们那为什么到现在 就是群里面的家人们一直在催我 我说你们的晚上怎么不开播呀 嗯 阿伟说晚上让我去 他 嗯 去找他嘛 然后我想着阿伟是不是要开播 所以说我就没有开 但是我看好多人在问我 然后我就想家人们是不是等不及了 然后我就先开播了 我说跟大家聊一会儿 在跟我等我 等我 对吧 我在等他呀 我在等他呢 怎么进群 哎你有粉丝登牌的 你看一下粉丝登牌里面应该就有进群的 咱们进群的家人们告诉一下 咱们没进群的家人们是怎么进群的 哦 嗯 等他开播我一会儿我吃完饭我就去找他了 你们也可以帮我问问阿伟是怎么想的 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嗯 我不好问啊 我不答啊 我今天不要跟他联系了 家人们 我先不要跟他联系了 嗯 他搞得我很着急一样 对不对 我我别找他了啊 他都跟我说了晚一点 晚一点那个 嗯 晚一点嗯 让我去找他 那就等他找我吧 我我找他搞得好像很着急一样 还是别找了 等他吧 嗯 嗯 小五哥应该不会的 我昨天已经说的这么清楚了 我觉得小五哥应该不会了 嗯 前两天我们忙的时候小五哥都跟我在一块的 今天小五都没找我 他肯定 肯定小五哥知道我也是怎么想的了 昨天我都说这么明白了 家人们 今天小五都没找我 所以我觉得小五哥今天不会不会去再说什么 嗯 小王发生了个什么 发什么视频啊 我不知道呀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又发生什么事了吗 嗯 我不知道呀 文静 文静宝宝 大哥 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吧 我昨天可逗了家人们 你知道吗 你们看我很勇敢 其实我昨天我都在发抖 我不骗你 我说话的时候我都在发抖 而且昨天我喝了三杯 白的八加一 然后我才说出来的这些话 其实我也很紧张 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然后关键是人家男孩子还没有接受 还让我等一下 其实我挺紧张 嗯 但是家人们我觉得不丢人吧 但是家人们我觉得不丢人吧 哎 加油 嗯 昨天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真的家人们 我 我有时候挺能说的 有时候吧 关键时刻我还得写个稿子啥的 但是真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嗯 我很感谢直播间支持我的叔叔阿姨们 干爸干妈们 就你们给了我很多勇气 嗯 你们真的给了我很多勇气 而且 从刚开始不喜欢我 不是不喜欢我 是从刚开始没有人喜欢我 到后面我们互相了解成为一家人之后 很多家人们都在默默的支持我鼓励我 所以我昨天 我第一个想感谢的就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真的 我 我写的第一个稿子真的就是写给你们的 因为我太感谢你们了 没有你们给我支持的话 没有你们给我支持的话 我哪敢开这样的口 就是 因为我知道你们不会笑话我 你们还会支持我 不会 不会因为堂堂昨天做的这个事情而看不起我 所以我才敢做昨天这个事情 所以我首先要感谢直播间 里面的所有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 嗯 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才敢这么勇敢的说这些话 嗯 超级谁会超级 我 哎呦阿伟咋还不开呢 嗯 哎都哭了 嗯 其实堂当不是一个很娇气的女孩子 我不是很娇气的女孩子 很多家人们你们还不懂我 就是 嗯 很多人还对我有误解 觉得我 我好像影响了阿子跟阿伟的感情 堂当 再说一遍真的没有 我绝对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 然后 我也没有去抹黑过任何人 我说的都是实话 嗯 我只是把我真实的想法给说出来 有的人会喜欢我的直率 有的人会觉得 嗯 嗯 我帮阿伟去之前去去去去说这些话 他们觉得看不惯我嘛 对面的人就看不惯我 那也没办法 那阿伟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 我肯定要帮他呀 我看我实在看不惯了我就是要说 对吧 做人有时候不可以这个样子 嗯 嗯 家人们那我下播了吧 然后你们没有进群的你们进一下群 然后我准备 去找阿伟了 嗯 我再吃两口东西我就去找他 然后你们等下阿伟开播了发到群里面 然后我晚一会就到 唉 记得啊 一定要进了粉丝团之后 找一下粉丝群 找到组织 这样我们每次开播你都能知道 然后堂堂开不开播 几点开播 在哪开播在群里面我们都会说 不然很多家人们私信我 所以找不到我们在哪里直播 嗯 一定要进群哦 然后进过群的家人们 你不要重复进 没有必要的啊 没有必要的 每个群里基本上说的都是一样的 你就进一个群就可以了 嗯 好吧 这样的话我们每天什么时候直播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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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家人帮帮你或者你 自己 研究一下 我去吃两口 然后我去找阿伟去 嗯 我们等一下一起看结果 记得给我加油啊 家人们 给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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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 必须拿下 加油 干就完了 嗯 拜拜 我吃口东西啊